2017年法国一共接待了1180万的中国游客 法国外交部长乐德里昂表示 新的一年法国政府将重点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以及安全保障 争取以零事故为努力目标 在法国总统首次访华一个月之后 法国外交部长乐德里昂参加中法商界精英的午餐会总结访华成果 并表示中国将是法国新的一年经贸投资的重点 在交流环节由中法两位媒体代表分别向外长提出问题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有关如何向回升的中国游客热潮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安全保障问题时 乐德里昂列出了三个工作重点 首先就是以安全零事故为努力目标 而另外两个重点分别是在目前中国已经设立的15个签证点 48小时送签基础上提供更高效的签证服务 和向中国游客推荐巴黎以外的深度游项目 据官方统计2017年赴欧旅游的中国游客总人数增长了10%以上 法国外长在通过凤凰卫视向全球华人拜年时 还特别表示狗是非常忠诚的动物 相信即将到来的狗年里中法之间的交往也会是互信和双赢的 防卫视柳怡江兴写折服法国巴黎巴道